大家好,现在房价很高,很多人可以说他们买不起房子,但开发生仍在建新房,未来供应可能会超过需求。 说实话,目前我国的两极分化仍然相当严重,有些人可能有不止一套房,但有些人甚至买不起。 然而在未来,房屋可能成为一些人的负担,特别是以下类型,如果可以换手,建议尽快换手,为了避免自己将来造成巨大损失。 现在让小编告诉我们,什么是穷房子?这些房子在未来十年可能一文不值,所以尽快卖掉。 第一是,三五不动产,所谓三五实际上是指,没有优质的物业,没有周边设施,没有学区。 第二是,小产权房,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小产权房屋,都是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,但这些房屋只有居住权,没有产权, 也就是说,这些房屋不能有产权证书,没有产权证书就无法在市场上交易,也不受国家法律保护。 如果你手里还有这样的房子,你可能需要考虑出售它们的问题,否则将来一定会影响到你。 第三是,住房年龄超过二十年的老房子,随着建造水平的不断提升,老房子正在慢慢被淘汰, 特别是那些已经存在二十多年的老房子,户型,物业等等,都无法适应现在人们的需求。 即使保养得很好,也会有渗水,墙面剥落,泄露老化等问题。 如果你的房子要拆的话,那是好的,但是如果不包括在拆迁范围内, 那么在相对有价值的时候,它会很快卖出去,没有学区,没有优越地位的房子, 十年后价值会更低,在未来,买房时需要考虑越来越多的问题。 在选择房屋时,不仅要考虑到房屋的价格,而且一个好的房屋需要好的地段,配套设施,物业等。 虽然说现在房屋的投资属性比较重,但仍会回到原来的居住属性上,在未来, 所以你买房子时必须仔细考虑,如果你有上面提到的房子, 如果你有尽快卖掉它,这仍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 钱的老铁,你们认为是这样吗? 感谢关注,欢迎下方留言。